如果这三人不死,再加上将尉,那么蜀国很有可能一统中原在三国演义中,天下三分,最终吴国为国和蜀国行,成了三国鼎立的格局,在这三家之中,蜀国的实力最为雷若,虽然占据了人和的优势,文臣如云,五江如雨,但这只是在前期,到了蜀汉后期, 蜀国的人才凋零,乌虎上将战死并死,先祖人才进阶不在,只有诸葛亮一个人苦称大局,独目难知,向前看,人才巨墨,往后瞧,青黄不接,尤其是在蜀国后期中显,的很重要的三个人物竟然都是死于自己之手,第一位就是马素,在诸葛亮出师北伐中诛, 隔亮因为他丢了接亭儿,不得不归类斩杀了马素,第二位则是刘峰,他是刘备的义子,可是在面对关羽的球员,实确选择了暗兵不动,最终致使关羽被杀,楚汉失去一支臂膀,刘备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震怒不已,下令将他斩首,第三位是魏妍, 魏妍有大将之才,曾献出自五谷奇谋,可是未被采用,在诸葛亮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,他猜到了自己死去以后,将没有人能够压制住魏妍,魏妍必反,因而命马带斩杀魏妍,我们想一下,如果这三个人不死的话, 那么蜀国发展的前景以及军事战争是不是会更,占优势甚至统一中原呢?毕竟刘峰,马素,魏妍这三个人都是才能过人之辈,首先刘峰武艺过人是一元猛将,其次马素虽妍过其实,但出谋划策也是很有一套的,而魏妍更是一元有拥有谋的大将, 只要有他在,蜀国作战方面就无需担心了,如果这三个人还活着的话,那么一人做大将,一人当先锋,一人为军师,一定会所向披靡的,同时,再加上一个诸葛亮的继承人将为,那么蜀汉未来的走势一定会大大的不同,面对曹魏和孙武也会更有底气。 感谢观看